音樂 下面這裡是我們可以去看到電容的電路符號 你可以看到電路符號非常多種 裡面有表示說是固定的電容以及可變電容 甚至於說我們去表示它的極性 但是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狀態 你可能會看到基本上所有的電容 它中間都沒有連通 也就是說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兩個去分隔的導體所構成 那這也是它最重要的概念 它中間的話必須是分隔的 你不能在中間讓它形成一個導通的導體 那這樣你這個電容就得失效了 就是必須它有分隔的 才可以在一邊儲存正的電盒 那另外一部分就儲存一個負的電盒 那像在右側這兩個符號 並不是表示它有連通狀態 這只是代表你的電容只是可變的 也就是說當你在中間加上一個斜斜的鍵號 表示它是一個可變的電容 那我們在大部分情況下使用的 當然就是一個固定的電容 就是要保留的電容 回到下一次 任務停 review 我們來看到 結束生的電容